房伍部最近拟定了民法修正草案 把成年的年龄从20岁要下修到18岁 未来修法通过之后呢 男女就要年满18岁 不需要经过家长的同意就可以结婚 另外像是买车 买房或是银行的开户 将来也都不需要经过家长 自己就可以办理 初考预定在下个月的10号 送给行政院审查 通过之后将由司法院 以及相关单位来完成审议 而这也将会是民法有史以来的最大变革 而不容易找到对的那个人 男女双方在亲友见证下完成人生大事 以往未满20岁要结婚 双方都得经过家长同意 但未来年纪将下修 发布最近拟出了民法修正草案 将把成年的年龄从20岁下修为18岁 也就是未来男女双方只要18岁就能结婚 不必再经过家长同意 我还是赞成20岁 成年啦 成年经济稳固再来 我觉得就是不管18或20岁 就是有能力自己买车买房 要结婚都OK这样 18岁就成年 民众大多持保守态度 因为这意味着大人能做的事情 他们通通都能做 像是办贷款租房 甚至买车买房都能自主决定 手机门号或是金融账户 都不必再有家长同意 这将是民法史上的最大变革 但也被点出恐怕有不少矛盾 像是修法后 女性的结婚年龄调整为18岁 不过现行法规规定 16岁就拥有性自主权 未来修正后将变成有性自主 却不能结婚的奇特现象 18岁你就有完全的责任 所以应该也要有完全的 完全的能力去做一些事情 修法是一个象征性的 就是给予年轻人自己决定的自由吧 所以我觉得修法是好的 另外未来只要满18岁 一旦发生的司法案件 将自己承担赔偿责任 父母不必再被拖下水 修正曹案预计7月10号将送给行政院审议 民法以20岁为成年 已经施行91年 不论怎么修都将产生重大变革 接着在讲侯正伦台北报道 为了解决用电的问题 台电重启中火2号机组 预估增加55万千瓦来发电 不过却引起了中央跟地方的口水战 有专家认为台湾今年以来的 供电被转容量率 每天维持在10%以上 显示供电是相当充裕的 台电在此时急着点火中火2号机 显然不是为了维持被转容量率 而是希望机组可以立即支援供电 也因此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这个问题又再度浮上台面 天气炎热 一回到家就是打开冷气 再吹个电风扇 全台用电量大飙升 逼得台电决定让台中火力电厂2号机点火 却衍生出一连串争议 拜托台电跟中火 绕过中部人 2号机其实已经都完成了空品的改善 经济部是支持台电 台电重启中火是缺电问题 但政府力推的绿能发电 其中的风力发电在近期资料中显示 却只占了约百分之一 而且过去总统也这么说 台湾不缺电不只是一句话 而是一个不必争辩的事实 但根据清华大学教授的看法 在所有火力发电机组 及核二核三四部机组的全力投入之下 维持了全台表面的供电充裕 然而看看台电近期 重启机组的动作频频 很难不令人怀疑供电状况 实测已经相当严峻 加上核二的一号机 最快在明年三月就要停止运转 预期损失2.8%的倍转容量率 如果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可以回补 到时代表供电充裕的绿灯将立即变色 呼吁台电不应该闪躲问题 近年来台中市工商建设快速发展 用电需求也逐步的攀升 中火的二号机是需要运转的 全台各地高温炎热 台湾的供电情况恐怕处在警戒状态 记者中文报道 疫情管制解封之后 总统府从今天开始 重新对外开放给民众参观 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亲自出来迎接 很多人是西家带卷来排队 而现场当然防疫机制依旧不可少 而对于监察委员被提名人 赖正昌爆出了违建的风波 负责提名的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 被问到时并没有多做回应 总统府长厅内服秘书长苏家全热情和民众合照 口罩全程戴上 攻手代替握手 一行管制解封后 总统府再度对外开放参观 吸引不少民众强着排队 顶着烈日 入口前排着长长人龙 遮阳伞 风扇全出动 许多民众更是西家带卷来参观 心情蛮开心的 我是第一次来 有有有 20年前有来过一次 所以今天带小朋友来 爸爸带我们来 带他们来看看一些历史国籍 头一回到总统府 小朋友们好兴奋 更能透过AR技术跟小英总统互动 不过进场前还是得量测体温 填写健康声明书 而对于监察委员被提名人赖正昌 被爆出违建风波 负责提名的总统府受到质疑 面对舆论 服秘书长苏家全决定不回应 国家主人端午连假 只能选择由总统府聪明 趋吉避凶不塞车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 在昨天再发文逆时钟 但这回似乎也不小心逆文哲 陈佩琪执疑说 指挥中心不普筛 社区确诊当然低 不过柯文哲却力挺陈时钟说 不普筛是有公卫基础的 站得住脚 夫妻俩显然不同调 陈佩琪在昨天晚间 火速删掉了争议文字来灭火 而今天上午柯文哲自嘲说 不带太太出门 果然就有事 至于要不要互妻 也陷入两难 柯文哲假日南下屏东 拼服选 沉寂好几天的太太陈佩琪 又忍不住 26号晚上脸书发魂 在港卫福部长陈时钟 直说来台日本女学生 反过后确诊 让社区感染问题再被讨论 指挥中心曾说不普筛 趁先生不在台北 把他写出来 难道就没人质疑 为何只讲坏处 不讲好处吗 而不普筛的结果 社区确诊率当然低 指挥官穿着花衬衫 假早托去宣传观光 民众戒心也下降 无奈笑笑 因为自己才力挺指挥中心 不普筛有工位基础 站得住走 这下陈佩琪 不只逆时钟也逆文哲 我们的那个盛行率相当低 所以做出来 不认有病的百分比比高 所以有时候反正造成 解读上的困难 没听老婆的话 可疲这回与陈时钟 展同一阵线 而陈佩琪一个小时内文章 改了八次 最虎删文凭中怒 但柯文哲自己列出发魂 也惹意 说他2018年公投 在同志议题上投了废票 因为基本人权跟普世价值 不应该采取多数诀 但网友翻出 柯文哲过去 明明自曝投下反对票 还呼吁大家参加 高雄同志大游行 态度转弯 全是为了高雄市长补选 同志议题是不适合投票 为什么 如果51%的反对 49分的赞成 难道就这样解决掉吗 相关争议 柯文哲都没正面回应 就怕外界糊糊 选战焦点 至苏世伟评都报道